字幕提供 好的 歡迎收看 主持人的烏斷當家 幹 喂 大家好 我們剛剛在聊 我們LZ呢 他說他突然想要當酷寒戰士 酷寒戰士 我也想要被簽下來當酷寒戰士 為什麼突然會想到酷寒戰士這個痴人 你沒有在Follow 你不知道 葉子不知道嗎 我這就是美國隊長嗎 吼了 不是啊 酷寒戰士 這是LL版的梗 LL版的梗 新的梗 這是舊的就是 就是那個啊 被簽下來然後 你的酷寒這個兩個字是不是更動的意思 誰啊 你還不知道是誰啊 你還不知道是誰啊 還有誰啊 現在還有誰 我也是 我完全沒有在關L1 現在我連天賦跟道具長什麼樣子 我都不知道 現在還有藍BUFF嗎 有有有 還在還在 那現在還有巴龍嗎 有 還有 名字好像改了 龍變 小龍變了 小龍還有變喔 對啊 還變五隻 巴龍還有多一隻奇怪的龍 那個龍叫什麼 土圓樹龍啊 很多 圓樹龍有分啊 好像五隻啊 哇 我連最新那個角色會長觸手 那叫什麼名字我都不知道 什麼齊 什麼齊 羅齊什麼東西的 怎麼那麼前面你都不知道 伊拉齊 伊羅齊吧 伊羅齊 他去死 根本就不care了 這種東西他一直在玩 太厲害了吧 今天沒有聊天室喔 沒差吧 被放倒了 應該是因為我們等一下可能要幹嘛 所以就被我放了 這是第三part的事情嗎 你都很care的話 你可以開手機來看啊 我沒有帶手機進來 沒有啦 沒關係 算了 算了 不是很重要 好的 那我們來簡單聊一下 第一個 賭蛋完了 方跟書簡 你覺得距離怎麼樣 你玩到哪裡了 我破啦 我白金耶 好快喔 這遊戲其實蠻短的 十二個小時可以白金 單一結局 五個分級 五個 全破啊 五個都破出來啊 不難啊 因為他總共十個章節 然後一到八章 一到七章是可以skip的 就是你全破過一次之後 然後我就一到八章 就skip了 所以分級是從第八章開始 他其實他 因為他的特色就是 他劇情就是一個玩家嘛 對 然後在十幾年前跟人家通信嘛 然後交了一個筆友 然後在突然之間 他又看到那個 戲裡面有一個 沒看過的戲 然後就很好奇 就跑去那個當地去找 找尋這個真相啊 然後他在每一章節的時候 都會看一封戲 然後會 回想當時自己這麼回的 然後那個回應就是分級選擇了 喔 對啊 而且他其實對應超簡單 第一個回應就是第一個結局 你就全部選一 就會對應到第一個結局 總共這五個 對 所以總共五個 然後第一輪只會有四個 就是真結局 真結局在最後 對 你要全破過一次才會開啟那一個結局 可是我記得這遊戲不是 不是懸疑推理的嗎 因為他五個 他有死人嗎 五個結局就 對應到不同的啊 一個蠻懸疑的 一個蠻驚悚的 一個死光光了 然後兩個是還蠻 蠻有愛的 HAPPY ending 一個是HAPPY的 一個是比較酸酸酸的 酸酸的 就你會覺得有點 有點遺憾那種感覺 對啊 還不錯啊 因為他好像角川的 就是角川小說的那個 對 社長還是誰 跟當地合作的一款遊戲 他其實裡面可以看到他 非常致力於推廣這個區域 就是島根線的 那個一些官方的遊戲 我看你玩有一些 他們的場景出現 但其實整體來講做得不錯啊 劇情該有的都有 然後 因為他主要就是前七張在鋪層劇情 然後在第九張開始有轉折 就是他每一個劇情雖然結尾都不一樣 但是可以對應到前面七個那個劇情 為什麼大家會這樣子 如果混著選會發生什麼事 混著選就是看你選哪個最多 喔 這樣我覺得這系統是蠻北人的 他就去選到你最多那一個王那邊走 統計 可是其實蠻好笑的啊 因為裡面 你回應的東西 確實對應到那個結局啊 不是啊 可是你說照比例來說 可是如果他說 比如說最後的結局了 然後 有五個嘛 但是你前面就選一 但是你後面最後選五 這樣不是其實可能會導致說 不會啊 你全部都選一最後選五的話 你一比較多他就會往第二走 可是你最後五的選項 可能跟一的那個走向 劇情上來說是差很多的 完全不一樣 結果他還是往下去 可是這個倒不會 因為他其實劇情是 就一樣 一到第七張是一模一樣 只是你回應的內容不同而已 但是劇情上不會有改變 結果在第九張開始 分歧是從第九張才會分歧 就是因為他九跟十這兩個結局 是已經就定下來的 所以才會不一樣 所以前面不管誰來玩 都是不會影響結局 所以就是一模一樣的對話跟套路 這是鼓勵霸凌的遊戲嗎 是沒有啦 這個遊戲在日本評價其實有一點 也是蠻量級的 因為主角本人的個性還蠻討厭的 毫無罪惡感 錯錯逼人 真的假的 探人隱私 不手軟 一直去接人家那個嘛 放窗然後去那個嘛 去揭開真相嘛 一直去抱人家料之類的 然後因為主角本身想要找到 十幾年前的鼻柔嘛 然後他透過那個戲裡面的人 去尋找那幾個過去的同學 然後那個同學打死都不說出 真相 那個就是 他們要找的那個人 對啊 然後因為主角就是很奇怪嘛 反正他就說不了 決定要全部找出來 然後因為結局都不一樣 就會對應成不同的 為什麼他們不願意說出來 有一個就是因為說出來 他們就會死光光 他們就不敢講 有一個就是因為覺得很恐怖 因為這個人變得怪怪的 很恐怖他們也不敢講 所以你選的回心內容 影響到那一個人的個性嗎 不會 因為劇情一模一樣 就只有第九章會不同 可是第九章大家 因為第九章就是攤牌了 大家會出來跟你講說 為什麼他們不願意講出他 然後還有這個人 現在到底怎麼了 然後就是在第九章的時候 才會全部跟你講說為什麼 然後你再去做選擇 沒有第九章開始就沒有選擇 因為絕局就一定定好 所以第八章就是 第八章是重點 最後的 應該前期章就結束 因為第八章就沒有選項了 他就定住 可是第八章就是沒有辦法skift 我不知道為什麼很討厭 因為那邊開始劇情會看轉成嗎 可能吧 你要看動畫看CG 他有收集CG的要素嗎 沒有啊 CG全部都背景 背景 就是當地的廣廣名稱的背景 還有他們 他們 還有推廣他們的那個劇情 創作的CG什麼之類的嗎 沒有立惠的那個 立惠的那個 收藏 收藏就是後面可以公益 就沒有一個專屬選項 讓你看立惠 哦 我懂了 他的角色 不過他有音樂 有劇本跟背景圖案 給你看 你說事後 到主選單可以看嗎 對啊 主選單有一個專門的地方 讓你看聽音樂 遊戲中出現的音樂這樣子 他音樂也做得不錯啊 還有逆轉裁判的感覺 其實 我剛剛看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還有什麼質問跟那些物品之類的 就不知道為什麼這麼的澎湃 對 明明就只是在逼人家 可是你最後這樣講 就覺得好像前面這個系統 是沒有意義的 對我覺得這個系統 有點可惜 而且他這個系統 就在第八章的時候 才有意義 就是他有四個選項 因為對應時間不同 會出現四個選項 可是對的就只有那一個 你不是等最久才是對的 然後在最後的最後 他反而就是你等到最後 他才會出現隱藏的那個選項 就是你等了大概十幾秒吧 哦 就是我懂我懂 就是以前遊戲還會等到 就突然跳出最後的選項 就像天翼之戀的那個劇情選項 你有玩過天翼之戀嗎 你有玩過天翼之戀嗎 然後在最後最後還有一個 就是你什麼都不選 讓他時間到 才正確的那一個 就一點意義都沒有 也只是天翼之戀那個 也有多這樣子 對我覺得一點意義都沒有 所以很幹 不過整體來講其實是 還不錯嘛 就上可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就是 就是我說那個選項 系統跟他有一個調查 就是你到區域之後 你要自己去調查 這個畫面上面哪邊有什麼東西 逆轉彩排 對一類的 但是就這兩個系統其實沒什麼 對啊 因為你就對應到對的地方 才是對的 其他就是他不會有誤導 他就是單一的啊 所以其實還蠻好找的 對他比方說他一個畫面上面 會有一個油桶還是什麼東西 就只有這幾個東西可以點 然後你去點油桶的時候 他就會畫面上面寫出 是一個紅色的油桶 就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對啊就沒有意義啊 就覺得這個系統很可惜 逆轉也是這樣啊 逆轉的時候就是這樣 逆轉裁判的話 你要自己去 就是他最後推移的時候 你要自己去那個啊 逆轉裁判就會變成 整個畫面都可以點 可是你點到對的東西的時候 它才會有 對它才會燒起來 不然你去點一下 我知道那個遊戲是很明顯 你就知道哪個東西是可以點的 對你就移到上面去 要變紅紅了 這個可以點 然後而且是這可以點 你點下去就說 紅色的油桶 就一點意義都沒有 沒有意義的東西 還蠻可惜 不是真的很探索那種感覺啦 感覺上算是第一款而已 它這個系統如果之後再出類似的 還出續作嗎 對啊還是可以玩 應該是不會有續作 不會有續作 新的另外一個名字這樣子 還行還行 可以推薦給大家網看 好看第二個 那你們兩個喜歡嗎 這種類型 文字解謎遊戲 AVG 應該說文字冒險 它其實也沒有什麼解謎成分 我玩比較多的是 成人像 其實我也是耶 我好像不成人像 就只有寒慘 可是成人像的 這一種遊戲 不是都選選像 然後接劇情 對啊對啊 你的遊戲不也是這樣嗎 就是選選像接劇情嗎 不是就這樣嗎 不會啊我們有質問啊 而且它有那種 不會啊它就是 就是你會 它會問你問題 就是現在 現在你必須要跟人家對應 你必須要說出關鍵的問題 或者是對應的道具 選錯會怎樣 選錯它就 讓你選到對為止 沒有選錯它就會扣 扣一個生命值 扣完就重來 有一些 有一些像這種 也是有 文字小說遊戲的 你是不是還可以選擇 要去哪裡 然後去觸發劇情 對啊 像這種比較大的 你這樣有些VG也是 它也是有些壞結局 你選像選錯 幹 拜拜 它可能就被女角殺死 對對對 就被女角殺死 有些啊 看集材 被女角殺死之類的 差不多差不多 沒了 你就重新 哇 幹 又重頭開就好 哇 死了死了 還好我有safe 而且它現在就是 也是越做越不達 就很多支線 然後還會繞一圈的 你中間可能少一個環節 然後你就要 就沒了 對 你就要從頭開來 真的 成人箱遊戲很多 蠻多這種狂狂的 對啊 所以它現在就是存檔 它都會附一個小空 不然你 那你註解這個存檔是用來幹嘛 對 再不然就是那個選項那邊 會有一個clear 對 你說 幹 我真的沒有跑過 因為它有時候 就是場景不會換 就後面才不會換 然後字還長得差不多 對 但是它每個場景 同一個場景 卻有三種不同的 就是結局在 對啊 其實這一類遊戲 最近其實很少 都沒有 應該說我不知道 因為我個人是沒有實況過 只是看到它的宣傳 我就很懸重 一般象徵很少 都是成人 Steam上最近也沒有怎麼出 所以這一款出在 指定它有Nekopara 哦 那 也是成人轉 也是成人轉 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完全沒有興趣 它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音樂 看到我重點也放在音樂上面 你玩的那款 房根書你就有嗎 有啊 還有很激昂的歌 我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激昂的歌 明明在霸凌人家 音樂卻異常的澎湃 好爽啊 好 看別的 這個LZ在學習日文 你什麼時候開始學日文 最近有事 開台 開台學日文 開台學日文 開台然後開始播Youtube 對Youtube的那個 日文語之稱 日文語之稱 在那邊寫它一般 請問老師 這週要上什麼課呢 就開始點 那你剛好不去買那個 最近Steam上面很熱門的那一款 嗯 學習日文RPC 日文活下來 有這個東西 有啊 它是英文介面嗎 它是英文的 然後就是 好像裡面的戰鬥模式 需要以日文 需要去對應日文 對 你對了就可以 就可以打贏 錯了就被人家砍了 這個好像就是 幼兒學習相的 有點類似 對 而且還特價耶 好像抬不到一百塊 我覺得好像可以買 再說 我那時候看到買 我不知道成銷怎麼樣 再說 我那時候看都有點想買 可是我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我覺得有點危機 哦 因為它是 它是配合英文族群來學日文 這樣不錯啊 你可以同時學兩個語言 很困難耶 哦 好啦 好啦 去買好了 反正也不貴 雙修雙修 我昨天才那個 一怒之下買那個 軟體的新遊戲 你不是說很貴嗎 都不想買嗎 可是看一看之後 換成台幣覺得還好就買 因為它一包 一包才1090 然後 裡面有110首歌 你這樣換算 一首歌才10塊 對 便宜 對啊 這樣便宜 而且一首歌才四個難度 所以你每一首歌 你玩這種遊戲 每一首歌都會打完 就是先找喜歡的 然後去找一些 沒聽過的玩法 然後看哪些歌 其實還蠻好聽的 基本每一首都會打過 對啊 我昨天是打了幾首 我光是要找到自己 只有聽過的歌就很困難 可是我買一拍 媽咧 你都買新遊戲 你還先找自己玩過的歌 不是先找 不是啊 自己聽過的歌總是 比較熟 因為它是節奏遊戲啊 對 節奏 沒聽過就想說 先熟一下戲 而且那個軟體的那個 音樂遊戲 它的那個判定超嚴格 你露一點點拍 它就直接給你算時間 前後可能零點幾度差而已 對啊 一般來講它是 一般遊戲都是完美嘛 然後 然後一個 建於完美跟普通之間 然後最後一個normal 通常是三個 它才四個而已 一個cool 一個fine 一個safe 跟一個safe 這樣四個啊 四個 還有一個miss就沒按到 這樣五個 它只有兩個算combo 就是完美跟中等 你第三個那個safe 就直接斷 safe就斷了 對啊 安全 最痛苦 以前玩PSP的時候就很痛苦 現在PSP一樣痛苦 我覺得它這一點 有被就是被負評過耶 就是判定太嚴格 對啊 判定非常嚴格 它好像有稍微改善一點點 有改 人家米窟可能就是比較硬派 人家之前講啦 我昨天自己玩 實際上是沒什麼感覺 你覺得媽的就是這麼嚴格 按不到combo 好啦 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AO能讓你學日文嗎 以前應該可以啦 以前就是同仁時期比較盛行 現在比較少 遊戲本身是不行啦 遊戲本身是不行 你就去練等啊 就放著然後就可以開始 就開始點回youtube 這怎麼爛問題啊 你有玩過AO嗎 除非你去玩日文版 我看你日文版還會有一些就是 有啊有啊 JRO 不是不是日本的AO有一些還蠻 蠻詭異的社會現象 所以你在日本看到的一些風俗現象 在AO裡面看得到 風俗現象是指什麼 比如說開聊天室 對 然後聊一些有美的 他媽台灣的也會有啊 台灣相對比較少 台灣百分之七十八以上的主曲都在練空 對 好上 很少會有人就是坐下來純粹聊天 哪有超多的吧 媽的南門很多耶 十幾年前有啦 現在南門你看到 我覺得曾公婆那個算普通 曾公婆就說還好 我是說就是你知道 進去懶客啊 類似 不然就是聊一些金三色的話題 對或者是比較 台灣不能懶客嗎 會被鴿子抓 應該是可以啦 AO會抓 我是覺得很醜 鴿子抓到AO是嗎 我去AO裡面抓了 發現你在AO裡面懶客耶 是不是 就說你要不要來這裡消費啊 然後這是我們店的地址之類的 然後移到電址 對 他覺得 這個先生有這個需求嗎 剛好我是做仲介的 我是覺得在AO裡面可能性很低啦 那日本就有 日本有 而且還不少 日本有 好妙喔 因為日本的AO經營的還蠻大的 他們是買斷的 對 他們不是 沒有因為我覺得AO不是一款 成人會去玩的遊戲 比較 現在 一 不知道 沒有因為太多 成人比較多在玩遊戲 應該都是那種什麼 什麼 麥卡貝在打的那幾個廣告 沒有 你的成人 那一種應該是巴卡總玩的啦 不一樣啦 那個是 巴卡總跟成人 那已經是面向不同族群 成人有一般上班族 你看那個 巴卡總 對啊就是上班族啊 巴卡總也是一種上班族啊 比賽一百萬的那個 沒有沒有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差異啊 很多人差很多 我覺得族群是有差異的啊 然後很多那種課金量 你看都不像是學生可以課起的 事實上我們還是在上班 對齁 然後現在也是有那種嘛 商城嘛 轉蛋 就買東西然後給一些什麼 帽子寵物之類的 就一個盒子啊 打開就是水機帽子 可能拿到一個垃圾 轉蛋啊 什麼什麼 什麼 迅速回復藥水一百個之類的 然後你就想罵髒話 一顆99塊 對對對 還好完全沒有想法 太聰明了我 好 所以RO沒有辦法學日文 去玩日本的那個RO 或許還有辦法 好的 想聊都聊完了 還有什麼要聊的 NO 呃 好難練喔 我看你現在也是沒什麼東西啊 上個禮拜看你的畫面也是在那個 在RO 在那個什麼 火洞二樓 昨天還是在火洞 對我昨天 昨天因為那個女人在看我看到畫面 你還是在火洞二樓 哇完全沒有長進耶 我要離開了 我要離開了 我在那邊歸了 幹好久 怎麼可以那麼久 所以今天是不是有加倍嗎 沒有沒有 調了 調了 調回來了 就是加倍沒有 然後現在經驗比當初 那個 現在接回原廠嘛 說是接回原廠 然後比新幹事實習的時候 經驗需求還要高 然後過來 過來今天好像還砍 然後就 這種東西你還玩 真的太可愛了 快結束了快結束了 我快要離開火惡了 差不多 差不多 好的 沒什麼特別的 看一下有一個全台第一間VR網咖開幕 我們有個圖片先看一下 誰啊 好恐怖喔 易大師啊 靠腰他是這樣子 靠靠民間 等一下 包廂是長這樣嗎 這是展示吧 樓下包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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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一間原本的網咖 然後改建成一個VR的 有兩層 全館禁煙 80坪 有9間VR體驗空間 每間約開放4個人體驗 可以使用APP 一個時段 就是一個時段是50分鐘為主 差不多800塊 貴 所以他要塞4個 share那個錢 對一個人200 一個人50分鐘200塊 這樣的感覺 一個小 50分鐘太短 不知道好貴啊 這太貴了吧 你去消費個兩三次都可以 在自己家裡買了 對 快可以再買 還好耶 VR還蠻貴 好像一兩萬有 好像跟PS4價格差不多 對啊 你要去消費個20次 才會在家裡有一萬 兩小時1600 就是一次1600 我算一小時800好了 你去玩10次你就8000 對啊 你玩個20次差不多1600 差不多啦 因為我覺得是因為現在 有VR的人太少 他們會想要先體驗 然後再去考慮不要買 疑累了吧 如果說花800元先去體驗 然後覺得是雷就不要買 那其實還蠻值得的啦 對啊 我覺得現在雛行啦 去體驗這個幹嘛 對啊 那你會想去嗎 不會 媽的 對啊 到時候大翔體驗還不是說 誰家裡有啊 可以去你家玩一下之類嗎 或是賣咖啡或許有之類的 如果賣咖啡到時候買再說吧 我現在是不會想買的 對啊 對啊 我會說你不會特別說 為了想要嘗鮮 然後去這種地方 我花800塊來買 我真的是不會 我覺得正常也都不知道 如果成人遊戲變多的時候 我就會買了 乾 我以為你說成人遊戲變多 你就想要去那邊測試 當然是不會啦 聽說預約已經到7月底了對不對 7月已經滿了 所以 不知道 就嘗鮮吧 我個人是還好啦 而且 要玩這個東西 你還需要有一定的空間 確實去體驗一下 好像也不是壞事啦 幹嘛算想去呢 不是 只是覺得浪費 你那邊還蠻大的 你把杯子 你去玩兩個小時 就可以買鬥症特空了 對啊 兩個小時就 兩個小時 是這樣算嗎 他是一個時段50分鐘 他只能一次買50分鐘 幫他買 對啊 你100分鐘你就要1600咧 我以為他是一次賣兩個小時1600咧 然後我想說 哇 這麼多 那去幾次 就差不多可以弄一台在家裡 差不多啊 那你去三個小時就可以買典藏版咧 對 鬥症特空 對啊 何必咧 一次去兩個小時 你去大概 大概 四次 四次就快要可以買到那個 才不就 就可以買一台韌豚雞咧 吸毒吧 必不也 差不多就是那個 就再差一次左右 好啦 如果大家想要體驗看看VR 可以去看看 有興趣的就自己 對啊 我們是保留態度覺得很怪 沒玩 旗下遊戲 沒有吸引力啦 老實講 現在也沒有什麼大作 退合VR在做 對啊 都是很多類似實驗性質的東西 等下日課程出來看 會不會先寫另外一個高峰 真的 就靠你啊 你就是首當其他人 好買買買 夏日課程第一炮 怎麼還沒有預告啊 我還想預告啊 怎麼還沒有預告啊 怎麼還沒有預告 我們來看一些別的新聞 好不好 這個全力通歐戲 把妹動作遊戲 好不好 叫做什麼 UPPR R Uppers Uppers 不會念隨便 反正看一下影片 好不好 好 好 真人的意思 日本的嘛 日本的就很喜歡搞這一套 還好吧 日本真人的遊戲廣告 然後在中後期 就算接那個遊戲畫面 就跳第一遊戲畫面 好 好 十二個 十二個美男子戶喔 超級 蛤 明明好像看了有跟妳的 這是人中之龍的那個吧 KBO 剛剛有點像K時代 是藍球嗎 對啊 我剛剛看K時代 很換 真的 就是KBO 有有 出現妹妹了 大家知道 這是可以打的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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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是吧 沒有 女生在聲援 他只會在旁邊就是 贏的話就可以上去跟他那個 對 對 很明顯 對 他只會在旁邊鬼叫 還蠻好笑的遊戲 應該說對戰類 沒有 我看人家應該是 應該是那個啦 不是最戰類的吧 應該就是場關心的吧 應該就是場關心的吧 不入地 要花牌耶 那以四光三光 好 這是由散亂神樂系列製作人 高木堅一郎 擔任企劃原作還有製作的遊戲 以做最大的娛樂就只有打架的孤島 最後手段倒為舞台 描顯男子漢們為了忠於自己的欲望而憑著赤手空拳搏鬥的經過 是一款全力痛歐戲把妹動作遊戲 把妹動作遊戲 我一開始這樣說全力痛歐戲吧 然後我想說 哇不會是要揍女的吧 對啊 我也覺得揍女的可能 好奇怪 為什麼 為什麼會被告吧 因為他寫全力痛歐戲吧 因為他說 哇是要痛歐妹子 然後妹子就會想跟你在一起 為什麼 把他打到服服貼貼就好了 太可怕了吧 對啊 好有力道喔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我反而會想買 哈哈 你也是個很危險的人欸 不是啊 就 痛歐 就因為他上面這樣寫啊 我也覺得 就有一點期待 哇現在遊戲要出那麼激進 在日本可以出這種遊戲 還好吧 男女平等啊來打啊 無所謂啊 那如果女的也可以回解的話 我是可以 不是啊 就是男女的那種對戰 就是大家的對戰遊戲啊 梗梗就是你選 選那個 一開始就是12個男性給你選吧 那你選了之後就選你要攻略的女孩子 然後一路打 一路揍他 一揍到之後就揍到你喜歡的那個女孩子 揍到那好敢滿圍 然後全破過一輪之後 就可以使用你選擇對應的女孩子 去揍男的這樣 輪流去那個 這樣聽起來還不錯 對啊 感覺就還蠻澎湃的啊 可是就 如果只有男的鬥歐好像有點 對啊 然後女的在旁邊鬼叫的時候批歐 他有一些看起來有時候是要說 你看豬也就是收集那一堆花魂 可能就是你被攻擊還是成功觸發什麼東西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場景叫做 對啊 或是他破完某些辦法還是豬 就是可以去接近哪些女角色 那其實就也還好啊 不喜歡閃亂蛇的快樂一點 為什麼因為褒衣嗎 對啊 而且還全部都是女孩子 哎唷爽快 全女孩子我反而覺得沒有很好玩 可是這只有Vita的樣子 還有中文版在7月10號同樣 PSV喔 對啊 Vita的話很難考慮啦 對啊 只有Vita喔 PC或是PS4的話 還可能有點機會吧 Vita真的很難考慮啊 Vita啊 你有啊 Google啊 你有啊 我連把他丟到那裡去我都忘了 我到底有沒有拿回高雄 還是放在哪個角落深處 又要挖了 又要挖了 真的是完全忘記 翻刃屯的時候沒有找到他啊 沒有 喔你有放在一起 因為我刃屯就是整台丟在一起的 我本來就 刃屯區跟鎖鎖區分箱區 不是就是我刃屯本來就已經全部 就是集中成一箱把他帶回去 喔 之前忘記 所以你那台是從深處挖出來的 真的喔 對啊 在哪裡啊 喔 這樣子 好的 那自己有興趣的話再去看看吧 如果有玩家玩過之後呢 可以就是跟我們分享一下 到底能不能操作妹妹 或者是可以通歐妹妹 你說這款嗎 對啊 我剛剛看到 感覺是不行啊 剛剛看到其中有幾個好像有妹妹在打架 有嗎 只有看到女角的立繪吧 就一瞬間喔 他就算在打架應該也是為了要爭男主角而去打吧 那還比較好玩一點 如果只有男打男女 男女就有點無聊 有可能是兩邊的 就是你跟對手都有一派的女生在應援 之類的 然後沒有他們自己會打架 或是他女的是王 或是其中的boss這樣 一類的吧 可是我覺得可以揍女孩子還蠻穩的 至少來互毆嘛 因為沒差 很多遊戲其實有直接揍到女孩子 對啊 那沒差啊 那所以這一款 那這一款做出女孩子互毆也沒差吧 無所謂啊 沒有 因為我們一開始想說 是不是純粹就是狂揍那個女的 狂揍女的 狂揍女生感覺 狂揍女生卻會有一點爭議啦 就會就有一點問題了啦 我是覺得如果 因為我想說 因為想要權力痛的時候 還會這樣 因為像快打也會男女打 但他也不叫做權力痛歐的遊戲 對啊我想說權力痛歐 對啊 所以我想說 哇 這就是那個 行銷上面的用詞手段 這樣就會吸引玩家 實際上不怎麼樣 誇大的宣傳 是不是想騙 嗯哼哼 不管我們看下一個 有一個惡靈古堡保護傘公司的新影片 看一下 看下一個 他要拿勾子 這就是勾刀 而且還有電 算是勾 勾 勾舉 這感覺超靠的 這很像那個 接機的那個 這款玩家的評估是 說像 手遊 這很像接機的介面 就是你在路上 然後就是去外面買大合計 這個算是那個什麼 什麼 IF的 概念 就是把傭兵模式 變成對戰模式 不是闖關模式嗎 沒有就是不闖關 他就是那個啊 視對視的 那個 主對戰鬥 你說這款是視對視啊 他們打槍枝啊 沒有他們沒打槍枝啊 槍枝路上會出現的障礙 主要還是有 裡面 中間的NPC 就是那個 是不是 亂兩邊的 殭屍就變成 你可以把它拿來當盾牌 也可以把它 就是當做一些 殺掉就對了 看你要拿槓 但是主要還是放在那個 放在那個 放在那個 什麼拿那個 勾子爬來爬去很奇怪耶 吸打 他 他畫面看起來 看彈像那個 跳在 在床上跳 因為你搞不清 他這款遊戲的主要要素 是主打要素 勾他腳耶 勾勾 主打要素 就是在二人古堡的 背景下面 對戰 這類型遊戲之前不是已經有過了嗎 對啊 他現在再出一款 之前那一款好像闖關為主 他現在這款以對戰為主 他現在這款以對戰為主 他浩平洋 他的那個 女工然後散攻擊 對戰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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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上市了 反正就是主打4對4 然後對戰嘛 會有一些歷代的經典場景 或者是嶄新的那種決鬥場景這樣子 然後地圖上面也是會有殭屍啊 或者是一些 中間的阻撓之類的 BOSS啊 或者是幹嘛幹嘛的 你也可以COOST PLAY成這些主角類的 那主要戰鬥模式都差不多啦 就是你會把鉤子啊 可以射射射的 他一把槍也是射射射的 對啊 砍砍砍 爬爬爬 我之前看很多玩家 大家都是拿那個鉤子在批的 那鉤子批到你就死了 哦 那不就跟那個一樣嗎 他其實距離還蠻長 而且你可以充斥 跟那個秘境探險一樣是不是 衝過去批了 秘境探險是基本貼到就贏 沒有 另外一款叫COD吧 Code of Duty 對 他還是刀到就死了 Code of Duty 大部分也都還是射射 因爲他是第一人稱 這是第三人稱 哦 對 不知道耶 我是完全沒興趣啦 可是他全平台都已經上市了 不知道有沒有哪位就是 有買大哥是不是 實況一下 讓大家參考一下 不要再點開來全部都是LL 都是鬥爭特工 麻煩換一下 鬥爭特工我自己有點膩了 那我就說他媽的 我是說實況上 我自己會一直玩 實況啊 實況實況鬥爭特工已經膩了 可是現在點開就是那幾款 你沒爆比賽對不對 沒有 為什麼不想爆 因爲我是一個氣極攻心的類型 氣極攻心 他不想跟人家爭奪勝負這種東西 我覺得是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就是你知道 畢竟要組隊嘛 你不想跟乾爹接觸 吵架 他怕他怕就 我怕去 對就是增加一些 媽的你他媽會不會打啊 操你媽到底我不選角啊 對 王屁啊 選你真的是媽這輩子最大的無敵 哈哈哈 差不多這種心情 那拿去退了啊 不要不要再玩這遊戲啊 拿去退了 對對對 你這麼嚴重 我媽一天三給你 不要再玩 不要再玩不要再玩 真的不要再玩 對就為了避免自己做出這種事情 OK 所以就不爭了 這個理由我可以解釋 因為我是 在 畢竟他會爭輸贏嘛 對啊 反正就是會比較 有得失心態 因為我想說 就是 鳥死 然後六探他們都報名了 對啊 因為我會有得失心啊 我會比較重 我覺得這樣不好 到時候心裡怕會有 我怕 遇到鳥的時候是遇到六探之類的 然後他隊友在那邊 靠不靠不靠你會受不了 或者是幹嘛 辛仇舊恨 就會為了避免這些問題 對 索性乾脆不參加 反正也不是說很重要 他好像最 第一名獎金12萬嘛 對啊 六個人下去分就大概 我賺個半年也有 就算了 哈哈哈 就算了 就算了 為了避免自己這樣子啦 所以就不報了 好 還有多這種心情 不過我看蠻多認識的人都有報的 對啊 我也有報 所以希望到時候就是 等一下你今天早好了嗎 大家可以心平氣和一點 早好第二年了嗎 第一招號隊員呢 第一站打鳳梨妹 實況主相殺 然後下一站有機會遇到 吉祥或巧克力 巧克力是誰 吉祥或誰 蛤 巧克力是誰 我也不知道 他上面就刮巧克力 我以為你知道才特別講巧克力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是 怎麼會注意一下到底會對到誰吧 而且因為我們平常在玩的時候就有機會遇到看起來認識的啦 至少看ID就知道了 對 然後彼此應該會互相知道 彼此的觀眾也會互相知道 這種狀況下就有機會觸發一些尷尬的氣氛了 對 真的都是為了避免這些東西 我覺得還好我對到的不是認識的人 那好死不死你對到認識的就很尷尬 你不認識鳳梨妹喔 不是不認識耶 是啦我以為 就算不認識也是有一定幾率觸發不一樣的 狀況 氣氛啦 我懂 沒有因為我們打的Overwatch你知道 然後我們這次規定是打每一週的鬥陣舉了 鬥陣爭霸 爭霸 對對對 就是他會有不一樣的特殊 特殊的那個角色模式 對 可是 嗯不知道該怎麼 例如六個奪命啊 六個小妹啊 六隻限定同樣角色就對了 或者是元氏兄弟啊 今天這個禮拜的好像是極度防禦 對極度防禦 你怎麼選防禦類角色 就是小妹 基兵 托比揚 半仗 奪命女 炸彈鼠 對 然後一對同角色最多兩隻 兩隻 就是系統他在那邊會分配這樣子 雖然是打好玩的啦 可是 唉 自己的得失心就是比較重 真的 可憐 不能跟人家震動 可憐 那你還玩這遊戲可以退了 注定邊緣 沒有 我就隨便打 可以退了可以退了 不要玩不要玩 因為平常輸贏就這樣子嘛 總是會有輸有贏 搬到檯面上就覺得很靠 搬到檯面上面有錢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care一點 對你一點 唉 真是為了避免這種東西 就算了 好 剛剛看這個保護傘公司嘛 惡靈古堡 是 不會想買 時空幻境啊 飛夜傳奇嗎 對 好我們下一個這個是 它現在正名為飛夜傳奇了 就是巴薩利亞 時空幻境 有新的這個宣傳影片 主要介紹戰鬥 我們看一下 飛夜傳奇我以為 我以為這個是它的副標題 不是啊 算是副標啊 什麼幻境都是會有什麼 什麼幻境 什麼幻境 圈圈傳奇 每一代每一代就是一個副標啊 對啊都是一個副標啊 飛夜的巴薩利亞 這是最新的一代嗎 對 還沒出快上來 然後會有中文化 可是中文化應該是明年的事情 他們正常都是這樣 欸這個我好像上次看過對不對 對啊 這個已經爆一陣子了 不過它就是 新的全壞 主打啊 戰鬥的那個 上次好像講說 你不太想買齁 這款我會買啊 可是你是省中文啊 都會想試試看 因為它戰鬥就是 好像是額外的強化 對 活著這個顏色 肯定是好好的 它只有看起來帥一點 不是真的啊 對 看起來還有一點 要帥啊 因為你們太認中了 而且你看這些東西 看起來很華麗 實際上的操作 起來還蠻簡單的 簡單好操作不好嗎 就是 主要我覺得這樣很棒啊 還蠻適合玩家的 輕鬆打出漂亮的臉段 奧丁領域你覺得酸嗎 奧丁領域也不錯 可是奧丁領域的那個 演奏效倒是沒到這麼好 那是板子一天 搞笑 打牌喔 打牌是吧 小遊戲啊 小遊戲啊 什麼不搞搞小遊戲呢 憨耶 現在很有遊戲機關就是綁疾款小遊戲 讓你多一點遊戲體驗 他如果在這種小遊戲裡面綁一些 就是決定去造具 重要道具 媽的我就不玩 氣死啊 就是氣死 如果不想玩就有 去搞這個東西 其實 怎麼說呢 這種影片也還好 沒有很貼你 妙藝吧 妙藝影片會好看一點 啊 不過 就那個畫面上面來看的話 因為在前作 他前作就是大家 夠病的那一款叫什麼 熱意傳奇 就是女主角中途就 永久離隊的那一款 對 他的 滿大一個重點是 他的 密奧義 演出都超短 密奧義 就是 時空幻境 時空幻境系列 很大一個特色就是 他們放妙藝的 演出都滿華麗的 就是 相機站 通常會到20秒上下 10到20秒 超久的 就很長啊 看起來很華麗 可是 熱意傳奇的那個 妙藝的 畫面都很短 而且很普通 沒什麼特色 就劈個兩下 我們就覺得好像沒有那種感覺 很超級大招的感覺 對啊 可是這個 他剛剛看起來好像也是 這其實 要我說更像手遊 對 他的畫面其實沒有很好看 他的畫面 就是塞很多 聲光效果進去 可是實際上他的圖的 角色的細緻度跟魔物的那個 複雜一些 太 太醜 就我說的是 有點醜 是有一些 因為就很像 中國的手遊 現在3D太氾濫了 所以就是比較 對啊 因為玩家都會追求更精緻的東西 所以就是這種Label 看起來就會覺得很普通 就覺得有點看不上眼 還是看戰鬥 對啊 當然他如果戰鬥系統做的好玩的話 我相信還是不錯的 就 因為畢竟我會買也是買中文版 那中文版 好一陣子了 對 以這個時間性來看通常都一年左右 熱意傳奇好像也是一年左右才出 一年好久喔 對啊 他們心不在亞洲華人市場 所以我應該會先去看看整體評價吧 先看平台再決定要不要買 因為這種東西通常 上市之後 一個禮拜以內 密謠衣就 人家就全部打出來了 而且是會有影片 把技能都全部學完 然後拍成影片丟到那個 就去看影片就好了 就跟看基站一樣 你會看這個 然後決定要不要那個 要不要去玩 會一半一半 因為會想看看這招的重點是什麼 而且他們在不同場合 跟打Boss戰的時候 會有不一樣的台詞 就會想要去研究一下 像我歷代也是蠻多是 先看過才去玩的 然後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你先看過才玩 不就有種被雷到的感覺 不是啊 就是先看秘奧義的演出啊 然後再去玩 就發現原來有一些台詞 是因為怎麼樣幹嘛的 不然就是他這一招 其實是 有一些含義幹嘛 有一些因緣在的 對阿 就會覺得 那種心情 就沒差啦 反正也是等中文版出來 到時候發生什麼事情再說 太早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 這個直接就是 這個怎麼看呢 都是複製Youtuber上面的標題 Legend of Zelda 這是薩爾拉傳說的 那個荒野什麼東西的 就是他們的新遊戲 就是他們的新遊戲 荒野的氣息還是呼吸 對 荒野氣息 我們看一下影片 荒野氣息啊 這也太平靜了吧 太荒野了 已經幾秒去了啊 我們主角呢 林克 就是那個天空吧 我們林克這次變成了 大地之神看著整個地板 整個遊戲買回來 就是這樣看地圖而已 沒錯 然後我們這次這次遊戲 就是看看你所創造的這個世界 有多麼的漂亮 多麼的美 太美了吧 然後四處飛這樣 薩爾達蘭曼女喔 對對對 哇 然後出現一些歷代的角色 跟你一起禁忌 看誰看的最多 對對對 一路這樣飛來飛去看 誰看到都比較大 真的是薩爾達拉曼女喔 有耶 上去出來 這次好像要做開放世界的樣子 噢 偷棋人家耶 真的耶 一男 也太和平了吧 沒有辦法 沒有什麼激情耶 完全沒有 砍樹耶 這是創世神嗎 看來這一段的重點 就只是觸發那個而已 3D版創世神 射 火燒 哇 放火燒平原耶 哇 打果子 打得像蜂巢 真壞耶 直接嚇跑人家 滾石頭 哇 這麼兇彩喔 創建一個方塊 minecraft 創建 哇 直接創弄出來壓人 剛剛是不是跳一下 剛剛什麼 抖了一下 直接幫我們略過嗎 有有有 單挑啦 是 有喔 有有有 好會跳耶 喔 頓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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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哥雷姆 巨大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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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聖劍傳說 還算是拔他是不是 要拔劍啊 始終劍 打完三個關卡之後拔出來的意思 體悟心靈傷痕 嗯 好的 這個就是 還不錯啊 已經廣傳已久的薩爾達傳說最新作 它是什麼平台 Wii U 吧 Wii U 掰掰喔 只有Wii U 因為之前其實在傳說 它是要出在 任天堂的新主機上 嗯 可是它現在放出消息 好像是要出Wii U的 新主機沒有下路是不是 但是你知道 畢竟 任屯嘛 就 所需比較嚴重 嗯 所以這個 這個出中文的可能性 相對低了一些 喔 可是我看起來 它其實好像也沒什麼 這種影片一定都先給你看一看 它不會給你劇情啊 也是 是嗎 好像沒有其他的活人 我覺得音樂 音樂還不錯 這個就是畫面 音樂跟遊戲性 大家都會值得期待 因為 畢竟薩爾達傳說嘛 第一次做 開放司機 開放司機 它其實之前好幾代 就已經是算開放司機 你能去的地方很多 隨便你 十字體那些的不是都算是 對啊 就算是更久以前 Gameboy跟GBA上面的 就已經算蠻開放的 我也覺得啊 那種東西也算 對啊 但是這一次看起來做得更大的 只是因為它是3D的 所以它感觸比較大 就是3D 對啊 感覺就是 新世界 最近一個薩爾達傳說 系列好像是薩爾達無雙吧 沒記錯的話 我也沒有玩 我也沒有玩 那個好像也要玩過歷代 才會比較感觸 所以這一款啊 只要它沒有這麼的話 我就不會玩 我連WiiU都已經收起來了 先丟回那個 如果錯了 那你已經丟回 那高雄了咧 那就不玩了 好 如果它出中文的話 我就把它挖出來 挖出來玩 如果沒有就不要了 因為 我去看那個 WiiU的遊戲發售表 最近一款 好忙啊 不過是威力的 連敲猛敲 威力的Line很猛 就是那個叫做什麼 對 他們的那個 WiiU的遊戲發售 最近一款是3月事情 就太尷尬了 你說這幾年3月了 對 三個月前的時間 沒得玩 沒東西可以推了吧 沒搞頭 剛剛最新主機 然後沒什麼遊戲 可以一直出來的 對啊 所以就會覺得 不過反而3DS 其實出不少 他們現在重心在往裡面放 漲機上 因為那個是他們現在 可以打得出來的市場 對 其他都比較相對被壓縮 因為你家機市場已經 市占率那麼低 起來了 對啊 沒有可能性 因為他第三場的資源不多 然後獨佔的遊戲又少 又乖 對啊 那其實我們 因為台灣的那個 台灣的遊戲消費能力 已經滿好的 但是他們中文化遊戲 又這麼少 所趨 對啊 所以可惜 可惜 再會 目前我一直的期待就是那個 神奇寶貝他們要中文化就是 精靈寶可夢 你會因為這樣子 就去玩神奇寶貝嗎 我突然是不會 哈哈哈哈 所以根本沒有差 對我來講是根本是沒有差 好 我們有一個這個賣卡貝的這個活動 超級聯賽的影片 先看一下影片 開場了 開場了 阿對這邊又到斷了 阿對不得不得了 又一套打暈了 再一套 我的去牛 去牛翻鍋 趕快來參加喔 一定要來參加喔 快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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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卡貝超級聯賽 ROMA SEAN 神送 好 我們這邊還有一張宣傳圖加字卡 我們看一下 就是剛剛那個嘛 哇 你把它踢出就好了 最懶耶 麥卡貝超級聯賽 2016基站全開 時間在7月到10月之間 比的遊戲項目有哪一些 已經公開了嗎 快打旋風 快打旋風 還有咧 目前只有快打旋風 目前只有快打旋風 是喔 沒差啦 我就比這個就夠了 我以為那個也有耶 好好好 快打旋風風 ok 要比寶可拳嗎 寶可拳我看 光要有這款遊戲人就不多了 總參賽人數三人 有遊戲人就少 有這個字卡 還記得去年超級聯賽的熱血嗎 當初的感動熱血的基站 獲勝的榮耀 都將再度上演 今年將戰場延燒到整個台灣 北中南熱鬧開打 總獎金超過10萬等你來拿 準備好了嗎 你的搖桿基站全開 報名網址 沒錯 謝謝各位 我報名網址 我就報名網址 找個關鍵字 就丟本質 比較簡單 這才關鍵字 對啊 找個關鍵字 賣卡貝的FB有啦 FB 已經開放報名了 需要報名費嗎 要 真的假的 需要報名費 多少 是 300萬人參加出我的立賽 總共12場 300塊 這樣 報名費是300塊 線上比賽 沒有 現場比賽 北中南都有 線下 所以南部的朋友們 如果要比賽的話 也可以報名 南部的場次 可是時間還沒確定不是嗎 時間已經有了 反正請大家到那個 報名網址 OKOK 如果你想要報名的話 詳細都在那裡 對啊 活動網址上 所以總賽程差不多三個月 對 好久 最後冠軍賽會在節目上打 基本上 會在 先錄好 不會不會 直播 不會在節目上 但一樣在禮拜六會找個場地 直播 跟上次一樣 對對對 因為我們 這次比賽 應該說我們去年也有比過一個 麥卡貝夏季聯賽 然後那一次打的還 其實還蠻精彩的 到後面我們那時候比 馬力歐兄弟 馬力歐賽車 馬力歐賽車 快打旋風 跟馬力歐賽車 你上去擋的那個有比賽是不是 對 哈哈哈哈 你還說上去擋一下 對那時候還擋一下 上去給人家定一下 幹 那就是去年去年我沒有專業的 主播賽評 所以是 魯蛋跟魯比 那時候請魯比來播快打旋風 那今年的話 應該一樣是魯比嗎 一定會有 很強的陣容 對啊對啊 反正會有很強的陣容在等著大家 沒錯 而且 十萬都是RB的 哈哈哈哈 十萬你也要 這麼爽 這麼爽 好啦 反正要報名的人就自己去報名表 就是去報名那個網站看吧 沒錯 其他的消息都在上面 賣卡貝的新比賽 對好 那我們現在要玩那個 哈威PK 新名字 哈魯 時間不夠是不是 時間不夠 好 不打了 好那我們就跳過吧 下次再說 好那我們先休息五分鐘 進廣告 拜拜